女孩被封住嘴巴 绑住了手脚 接着被人按在地上 就此拖入深渊 甚至还拍下视频 这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等到妈妈看到女孩时 她已经躺在病床上 头发凌乱满身的瘀青 妈妈的心就像被撕碎般的疼 好在医生说女孩没什么大碍 这才松了口气 原来闺蜜的父亲是警察 是闺蜜帮她报了警 这才能及时送到医院 然而 这才只是噩梦的开始 安抚好女儿后 妈妈便赶往警察局 她要弄清楚 到底是谁伤害了女儿 但警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她等调查结果 妈妈一想到女儿就痛心疾首 然而 此刻却传来一阵刺耳的笑声 听到这些 妈妈终于明白了 眼前这几个嚣张跋扈的人渣 就是罪魁祸首 她愤怒地盯着几人 抓起一个人渣的衣领质问 但凡被一把推倒在地 甚至还被无情地嘲笑 妈妈悲痛万分 她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自己的女儿要遭遇这种事情 一直以来 女儿在学校里品学兼优 在家乖巧懂事 虽然是单亲家庭 但这并不影响女孩的成长 出若成的亭亭玉立 但却对冷酷的笑草一见钟情 两人还是同班同学 女孩出彩的大提琴展示 还有甜美的长相 让这棵高领之草也有了些心动 婴儿开始主动搭讪女孩 夸赞她大提琴拉得真不错 两人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放学时 校草还贴心地帮女孩背起大提琴 收到了对方的心动讯号 第二天女孩便鼓起勇气 主动约校草见面 男孩也很爽快答应了 但地点定在天台 女孩兴奋地把这件事分享给闺蜜 晚上 女孩满怀期待的前去赴约 还准备了自己亲手做的巧克力 校草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 便一步一步朝女孩靠近 女孩有些羞涩 下意识地闪躲 然而就在此时 身后传来刺耳的嘲笑声 下一秒 女孩就被他们封住嘴 按在地上 恐惧席卷全身 在绝对力量面前 她不断地挣扎也只是徒劳 一条美丽鲜活的生命 被毁在了这个晚上 即便是经过治疗后 身体并无大碍 但是精神上的创伤 却是无法修复的 女孩开始执着于洗澡 一洗就是一天 妈妈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 而女孩却不断说自己太脏了 看着这样的女孩 作为妈妈的女人心痛不已 她发誓一定要让那些坏人得到严惩 单亲妈妈发现了女儿的惊天秘密 视频里女儿静光着身子 拉着自己最爱的大提琴 身旁还出现一群灯徒子 在放肆地调戏羞辱 然而 这仅仅只是众多视频里的一小段 女儿绝望无助的神情 让女人彻底崩溃了 女孩一身的伤痕 都抵挡不住一条先发的短信 真是可笑至极 一句未成年 赤裸裸的罪行就这样被掩盖 即便已经疲惫不堪 她也不甘自己的女儿就此含冤委屈 坏人必须要付出代价 妈妈为此不惜拉下脸面 去寻求前夫的律师女友的帮助 但在妈妈的尽心照料下 逐渐好转的女孩 已经不想再让妈妈那么劳累了 她只想跟妈妈过平静的生活 然而 总是事与愿违 无罪释放的两个人渣 回去后竟还不想放过女孩 接着女孩就收到了短信 打开后竟是她的小视频 威胁她去指定地点 不然就将视频发到网上去 既然法律根本制裁不了他们 那她就靠自己去拿回视频 天真的女孩也太想当然了 竟单刀附会 当到达指定地点后 女孩止不住的浑身颤抖 绝望又无助 她将希望全部寄托在那把小刀上 黄毛低了个拖鞋出现了 兴致满满的打量起女孩 宛如恶狼盯着小羔羊 随后拽着女孩 一路进到那个漆黑的地下室 进屋后 女孩果真举起自己的小刀 强装镇定 而颤抖的声音出卖了她 这几个人渣根本毫不在意 甚至还一次娶了 下一秒 便又狠狠教训女孩 而却在纠缠间划伤了白毛的手 然后直接给女孩一巴掌 随后 人渣们又开始心一轮的羞辱 回到家后 女孩绝望地看向镜子中的自己 她为自己的天真感到可笑 对这样的社会现象感到无力 女孩用那把小刀狠狠地割掉自己的头发 然而刀却突然断了 女孩彻底崩溃了 如此不堪一击的小刀 自己竟还想用此夺回视频 她私生力竭地哭泣 为自己的愚蠢 为自己的遭遇 为这个不公的社会 女孩心里默默做了个决定 等晚上妈妈回到家 打开浴室门 竟发现女儿早已躺在血泊之中 急忙用毛巾包扎流血的手腕 女孩终究还是没能承受住这份痛苦 妈妈慌张地抱起女儿 背到地下车库 一路上飞速行驶 妈妈只感觉煎熬无比 或许是妈妈的泪唤醒了女孩 女孩竟缓缓地睁开了眼 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最爱的人 她用尽全力喊出了这一声最后一句 妈妈心急如焚 但有无能为力 只能不断地拍打女孩的肩膀 祈求她不要睡 终于到了医院 医生们奋力抢救 然而还是无法挽回 最终女儿因失血过度 彻底长眠 女孩被自己喜欢的男生 跟两个混混轮流羞辱 然而在法庭上 几个禽兽竟无罪释放 只因禽兽们未成年 并且女孩主动信息邀约 有自愿嫌疑 加上身体上危制残也没死 性质并不严重 法官当即判决无罪 这让妈妈简直不敢相信 回到家 看着满是女孩身影的家 还有女儿曾经的笑容 妈妈都有点恍惚了 讽刺的是 今天不仅是女儿的下葬的日子 甚至还是她的生日 因而当她打开冰箱 便看到一个盒子 竟是女儿提前 给自己做的生日蛋糕 上面写着妈妈别哭 一如女儿临走前的最后一句话 仿佛再一次看到了董事的女儿 这一刻妈妈再也忍不住了 失声痛哭 既然韩国法律对他们无用 那她就亲自让那些人渣付出代价 妈妈先是找到校草 质问第二次是谁策划的 吓得要死的校草 慌忙便捷 妈妈便让她供出另外两人的地址 而当校草打开手机时 竟看到平保竟是她和女儿 毕竟这是女儿唯一喜欢的人 这瞬间她心软了 相信了校草也是被逼的鬼话 紧接着 她按着地址来到第二个禽兽家 果然看到了视频里的那张床 耳边似乎不停萦绕着女儿的惨叫 顿时心如刀割 突然 一道身影从窗台上经过 白毛回来了 妈妈赶忙躲起来 黄毛并未发现异常 自顾自地打起了游戏 她悄然拿刀走到身后 一刀刺向白毛 可惜刺歪了 当她再次拿刀对准白毛 却又再一次被推开 白毛狠狠地踹向妈妈 两人从卧室到客厅 妈妈完全就是被摁在地上打 她已经筋疲力竭 白毛还不放过 接着就是一巴掌 甚至还出言羞辱 妈妈被彻底激怒 死死地怒视白毛 再次问到到底是谁策划的第二次霸凌 就在白毛没察觉之际 妈妈摸到一把刀 直接对着白毛一刀过去 终于这次瞄准了 这个禽兽挣扎几下后 便彻底地倒下 这下轮到第三的禽兽黄毛了 她告诉黄毛 现如今女儿已经死了 她只想知道第二次到底是谁策划 谁曾想 这个人渣简直毫无人性 根本不理会女人的问题 甚至还说人死了真是晦气 见状妈妈不再多说什么 转身离开 看着女人离去的背影 黄毛还配了一口 跟这种人哪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只有吃到苦头才知道 就在她骑车离开之际 妈妈开着车突然出现 接着绕了一圈再次回来捕刀 看到黄毛还活着 立马加速直冲过去 黄毛也终于得到了暴力 做完了这一切 女人本以为事情也就此结束 打电话给警察自首 打算自行两断 然而警察却告诉她 调查结果出来了 真正的幕后主导人其实是校草 妈妈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警方现在已经掌握足够证据 即便有未成年的保护伞也无用 这次可以将人渣们都绳之以法 可此时的她已经不再寄希望 于那可笑的韩国法律上了 她只信她自己 缓缓地放下电话 看着和女儿的合照 仿佛在说 别急妈妈很快就来陪你 一袭白衣坚定的神情 手里的丝巾防缓落下 妈妈大步走向教室 没多久 警察便根据定位找到学校 才知道刚刚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 随后警察连忙朝天台跑去 此时校草已经被连砍树刀 瘫倒在地 妈妈准备继续 却被警察举枪阻止 但她依旧是无动于衷 她不明白同样是生而为缘 怎么会有人心肠如此残忍 哪怕是死 她也一定要亲手送这些人渣下地 为女儿报仇 接着她举起手中的尖刀 这是她最后能为女儿做的 故事也就此结束 不得不提的是 这是根据真实案件改编 为了过程删减了不少 不敢相信现实又将有多残忍 神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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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